稍早为您报导 在桃园的重瓶黄昏市场 受到这个染疫者的足迹一公布 恐怕生意会大受影响 还有曾经染疫的护理师夫妇 他们到过桃园的南门市场 23号上午人潮不如过去 大幅减少 有摊商说一个上午只卖50元 叫苦连天 还有人干脆选择修饰不做生意了 目前摊商们也呼吁 其实市场每天都有做好消毒 防疫措施 民众还是可以放心采买 桃园南门市场内一片空荡荡 人潮明显比以往少 因为日前染疫的护理师夫妇 曾来过这里 民众得知消息人心惶惶 不敢上门 摊商叫苦连天 直呼一个早上只卖50块 根本赚不了钱 有人干脆修饰 不做生意 减少损失 我们不下去了 市场都有消毒了 对啊 还是可以安心的出来采购 完全赔啊 那哪有赚钱 摊商是要赚 破了这么恐怖 一些人都不赚出来了 摊商认为 媒体一直大篇幅报道 难怪吓得民众都不敢来 目前市场内摆放告示牌 提醒大家戴上口罩 也提供酒精消毒 防疫措施做好做满 摊商也强调 市场每天都有消毒 民众可以放心 出来采购 只剩下差不多一成的人而已 超很多 下面也很多摊位都休息 都休息了 对 南门市场人潮大幅减少 生意一落千丈 摊商担心一个月 摊位租金4800元 照这样的状况下去 如果客人再不来消费 这个年关恐怕很难过 记者林朱强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programm 请不吝点赞 Heather